今年10月 郭泰航空的资讯系统受到黑客攻击 940万名客户资料被不当取揽 郭泰足足拖延了7个月才公布整件事件 另外 金管局日前又证实收到汇丰银行的报告 只有近20名市民的Payme电子钱包账户被盗 就造成金钱损失 由于本港保障个人资料 及网络安全的政策和法例 未有跟随科技发展进行检讨 所以一宗又一宗的个人私隐外泄 或金钱财产损失的事件 正正反映了现行保障个人资料的法例欠稳妥 而保障网络私隐安全的意识也极低 现时本港并没有法例要求持份者 需要回报遭受黑客入侵等网络安全事故 所以不少事件要等传媒揭发公众才知道 这也反映了本港现有的保障网络安全的措施 其实并不全面 因此民建联建议特区政府应该尽快制定网络私隐安全法 加强网络私隐安全规管 以保障市民的网络私隐安全 至于保障个人私隐资料方面 现在本港并没有要求洩漏了个人资料企业或机构 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公布情况 所以民建联认为应该要修订法例 设立合理的通报时限 并且要求相关企业和机构一定要严格遵守 最后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其实个人资料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我们认为当局有必要去检讨和规限企业 或者机构收集个人资料的行为 例如应该要界定清楚何谓敏感的个人资料 企业基于什么目的才能处存有关敏感的个人资料 以及应该要求企业 详细列明保存资料的方式和期限 以及收集和储存相关资料的目的和理由 这样才能加强对市民的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